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后期他的环境是非常的差 那这样子一来的话 标志他最后一手进行了一个辩证 就是ADD换了一种风格去用 就反了过来 这场是标志要进行一个单代了 有心选手 先喝酒出来 争夺一下 还不知道这个核桃迅结线花了谁家 直接下路的辅助的一个嘲讽加闪线 先斩掉MISDAG 之前第一波双招已经是交过了的 所以这波无法掏出成天 红四番看一下是逞掉了这个核桃迅结线 那背伤自己有点危险了 中单线过来掩护一下 给一个盾 这个大招没能中 后续背伤过来 但是队友呢 正好配合亚索一套combo 闪出来支持刚好吃了一个嘲讽 露露给他一个大招 但是根本救不了 这个伤害还是现在是完全够的 嗯 但是这个位置还是红四番会先来 嗯 直接从塔红绕着 嘲讽住 但是只是嘲讽住塔姆 塔姆这个身上还有一个灰盾可以开 反身想去打 但是九桶就在旁边啊 略施者已经开起来 MISDAG要被卖掉了 嗯 这个没办法 因为标记 他说嘲讽到 但是这个洞已经挖了出来 大招逃顿 这个龙的话还是要归属于W 对 这个时候九桶面对一个炮子 炮子身上有个坚毅风采啊 这个大招是没能炸到 但是后续的伤害是够了 对 后续一个炮子能捅着炸死了 西野 重新去追亚索 塔姆也过来 这一箭刚好被一个封墙所挡掉 同时扶住这个机身结束 背伤将其粘上 海里萨西回来 在战场的另一边 ADD也是单切掉了寒冰 在残局的状况下 W仅剩下MISDAG一个人 这样双方打了一波二换四 随波W亏大了 前期挖掘机是要承担一些 现在挖掘机 开始去抓一下 先去给一个变扬的ADD ADD这下跑不了了 对 这个人头是要商量好了 分配给 6分钟之后 依然是W的 而且背伤这边直接被九筒一波先手 再配合枪火谈判 两个人直接把野区 看他刷F6的背伤给切死 是 有一波秒表 所以一分钟之后的这个大龙本 这一套伤害直接 隔墙扔大招配合 亚索九筒再闪现过来补伤害 这个就没办法了 因为他感觉那个剑都插到 那个九筒的脸上了 然后那个风 这边接着亚索一个大招配合 上单 船长一个大招 我接管 看下命令 也交出自己的嘲讽 这边W打了一波反打 这个AOE打得很多 酷已经被打残 被寒冰一箭终结 同时加料原地一屁股 做到了pose 炮子交出自己的沈线 明斯也跟了一个闪 被打出了两个闪线 船长这个抢火谈判 谈判不上去了 刚才这个大招跟亚索接 他是打了一个范围性的伤害 就没有办法 就是针对对方的某一个人 心一下就是船长走过来的位置 开始优梦去追的话 这一箭是成功的给中到了 同时卡丽莎 这瞬间被秒杀 再想留一个ADD ADD是吃了一个很长很长的箭 对 这一波的话是 BLG这边牺牲了上单 以及AD两个位置 我觉得BLG他们现在 有点 全都是蓝色方的视野 导致这波逼逼 是两个人去炸寒冰的血线 剩下两个人在缠斗 先看一下这波吧 九筒是在的 身上九筒是有着双招了 四千多的血线 牙索先一道风 吹到了POSE 大楼三千多 九筒在一个 没有人知道的位置 两千多的血线 现在红色风 这个眼睛是被排掉了 一千七百多 牙索已经被寒冰锁定上 这一件件射在了牙索身上 同时加拿要赶紧保护一下红色风 他抢到了大楼 他的皱目睽睽之下 做到了这一波 看一下MITIO在楼口中 他甚至还可以输出 虽然说炸残了三个人 但是看一下 这边赶到战场之一个船长 先是强火台湾 收到了一波双杀 但是自己也能够扬朝而去 这波抢大龙 尖叫身上有没有大招 他没有大招 但是三个人还在紧存起后 MITIO开了个白盾 但恐怕要吃到一个嘲讽 要被卖掉了 这波又是MITIO站了出来 ADD一只二一刀 砍死挖掘机 还是一个MITIO 再配合后续的队友 我的天 这个船长 这个船长 我的天 他怎么说呢 WG一波 他们想利用杀掉对方AD 以及上单的这个时间点 去拿这条龙 但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在那个视野盲 所以没有找到九桶的位置 哇 这个 这个船长 ADD 封墙所克制 反而这件要捏在手里了 现在MITIO走在了队伍的最前面 九桶大招已经放过了 只是炸到了 吞掉韩冰的这个塔姆 韩冰回身一件 尽叫直接进化给解掉 他们进化就留作这一刻 就是等着这一件的 这个化解了之后 W也是没有办法 后续再跟对方 去听见一个争夺了 大龙巴布 三十多秒钟 现在塔姆就紧随韩冰之后 MITIO这个位置要稍微小心一点 赶紧大块朵一吃掉 再吐出来 但吐出来之时 这波还想开端 火笔杨起大神 砸飞了两个人 W瞬间形成 零波五打三 先要去斩掉 KURO KURO已经倒在地上 MITIO 追踏出去 金脚被两个人 挡在地上 看下金脚开了个近身 金脚带什么样子 在屏幕的上方 看下 扶住 AD双切 ADD AD回身一炮 先斩塔姆 自己已经残掉 后续的输出 最后 韩冰终结一件 把他带走 这边的话 BLG的攻势 又是被WE成功的 所化解 给亚索接大 那恐怕 BKB还是能难到 还是能很难打这波团 因为他开不到核心点 看下 这边想开 试掉辅助 先去打一个炮子 炮子被吃了一个嘲讽 穿上一个大招 先分割一下战场 炮子但是很肉啊 杨茨怡的大锤 看一下砸飞几个 砸空了 同时亚索回身一封 又是一道封墙 双方的各种技能 都是被对方规避 退掉了 后去看一下 终极绕后看一下 一个大招 先砸飞了 ADC和冯仲两个 说的就是这波 把他们俩分割开来 千等万等 九筒等的 就是这一刻呀 虽然这一波 没有压索的配合 但是可以看一下 九筒这把 但是一个 两个控制守卫 直接规避掉 这个眼睛 三千多的选性 红四方 打龙打得很快 上面有一个悲伤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个龙已经被 红四方逞下来了 压索一道封墙 先规避一下 MISTIC的一个输出环境 丫头在空中 蹦蹦跳跳 KURU恐怕自身难保了 交出自己的第一条命 被五个人围追堵截 这队友将其卖掉 虽然说又是卖掉了一个KURU 但是被摇取 毕竟又是拿到 九筒刚才那波终极大招后 帅帅帅帅 大招 接一个E技能 惩戒 凭AQ 收到镜头切回来 支持POSE直接要被掀手 九筒一个大招 炸散了三个人 吞回了Lulu 但是正面 POSE叫自己在闪现 而另一边Mini 想去单切一下Lulu 想得稍微有点多 自己放生于命 对 这一波团战 感觉Mini卖得有点深了呀 Mini想去单切掉西叶 想得稍微有点多了呀 但是西叶都还 这波W想切 他想利用 没有辅助的时候 猛杀方先把这条 小龙给打掉 同时挖掘机 纵身套越出来 被金身规避 自己叫了一个闪现 看一下POSE 扬起一只大锤 看一下 战场被分割成两开 上面MISTIC 已经先斩掉交筒 还是一个Koro自己一下下 被MISTIC斩火双杀 这两个人应该是可以走 我想让对方拿了大王 做下一步的推荐 赶去下路 把这个兵线回推过来 这波BliBli有点不小心 自己已经损失了 着急了 而且目前BOT 他们的想法 就是要正面对刚 也没有让船长 在这边ADD 已经一个走位不顺 第一条面已经被打出来了 什么情况 背上一个血手 扎掠机身 同时一个大锤子 郭敏先搭配了卡丽斯塔 正面战场 看一下寒冰一剑 有时钉到了ADD ABG 但是没有办法提过收拾 两个球中 打一包看 寒冰没吃到 寒冰叫做的时间 反射收拾 寒冰先斩掉加料 火力全开 他万箭起发 再次斩掉中头 两个复活甲在地上 轮流复活 先到卡丽斯塔 再到一个亚索 亚索之前 虽然说带着挖掘机 但是没有办法 自己命葬当场 现在这个复活时间 已经是非常长了 对于WE而言的话 众人状态还是非常的好的 而且有吸血路的存在 可以不断的给盾 忙忙所有的复活时间 看一下WE 能不能直接一波到这场比赛 我觉得机会很大呀 寒冰现在这个装备 推塔快的 一一塌糊涂 看一下WE四个人 就是要推ADD 激发自己的选手 卡姆还在定赛 直接一波 叮咚叮咚叮咚 开了个精神 看一下米斯丁 先A防御塔 再杀人 再A出水晶 我们恭喜WE 扳回一场 拿下了第二场比赛的胜利 恭喜阿B 谁能想到第二场比赛 有如此的一个反转 我突然回想到 上校能想到 对上校 他上校这场 在那个节点 给到同样的一个胜利曲线 八二开 都是八二开 结果 上校还是稳呀 上校还是稳 不得不说 这场WE 他拿到了一个这种 四宝一个阵容 也是玩的 打得非常的优秀 来看一下 本场比赛的一个赛后 数据对比 是 从这个上面网上看 感觉船长的伤害 甚至要比MISTIC还要高 应该是要比MISTIC更高的 因为他可能 装备起得快吗 早早就拿到很多人头 在20分钟左右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